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深蓝,一个喜欢魂类游戏,刷装游戏以及所有能配装的游戏的玩家 恶意不惜是一个元素非常丰富的游戏,而我在上期视频中是以魂游玩家的视角来解读这个游戏 但是在评论中有人提到,这个游戏应该理解成基础框架是刷装而非泪魂 所以我就按照这个思路来思考了一下,发现确实可以得到非常不一样的结论 这期视频就来分享一下这个理解恶意不惜设计思路的全新视角 别忘记点赞和关注,我们马上开始 如果我们把恶意不惜的基础框架理解成是刷装游戏 那么泪魂和生存建设要素就是对其的改革 在更为传统的刷装游戏里面,我个人感觉存在两个痛点 而正好就可以用这两个新要素来解决 痛点之一是打起来太无聊 比如说恐怖黎明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泪暗黑刷装游戏 但是呢,不管你是在设计一个配装的时候 如何幻想自己的战斗风格有多么的帅气 这种帅气的感觉呢,也只能存在于职业技能等等的文字描述之中 而真正的战斗体验几乎全都是战路 而恶意不惜将战斗系统浑化就给战斗体验引入了更多的操作空间 除了完全依靠词条开无双 你也可以选择一些更能够体现个人操作水平的配套方案 痛点之二是刷刷刷的干度过高 经常是一个专门的秘境图刷到兔也不出货 而生存建设要素 在期望之中应该是可以给刷刷刷减负的 比如说你收集材料,然后打造和附魔 或者是干脆给铁匠升级,然后直接买装备 都能够获得相当不错的强度 并不是一定要举干密镜 再比如恶意不惜的角色和世界存档分离 这个设计我上次看到还是在泰拉瑞亚里面 这种设计又意味着你开一个新的角色会非常容易 比如你完全可以用大号去刷一堆经验药水 然后让小号光速毕业 并且小号也完全不用重新过一遍主线剧情 所有角色完全可以共用一个建设完善的世界 由此可见,如果把恶意不惜的底子给当成是刷装游戏 那么泪魂和生存建设这两个构成要素都能够得到非常合理的解释 尤其是生存建设,虽然我之前并不喜欢这部分玩法 但是现在是有些理解了 那既然最基本的概念明确了 接下来我就再详细说明一下 这个游戏的刷装部分是如何设计的 当然我的目的并不是做一个攻略告诉你应该怎么去刷 而是帮大家梳理一下恶意不惜现阶段的机制设计 从而帮大家理解这个游戏 并且看看是否还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刷装游戏的核心问题其实就两个 怎么刷装备,刷什么样的装备 那我们先说恶意不惜这个游戏里面是该怎么刷装备的 目前我观察到有四种方法 第一是试炼,也就是刷装游戏标配的模式 专门的高难度高收益符本 这个模式本身倒是说得通 不过感觉跟这个游戏试图改良的调性有一些不符 因为如果玩家一直在刷这个模式 那外面那些做好的相停地图不就多浪费了吗 所以我个人认为还需要去调整玩法收益 让相停地图也值得刷 其实目前的一项设计就已经有这个趋势了 有些装备一开始是仅限试炼内掉落 但是只要你通关试炼一次就会变成世界掉落 也就是说允许你用试炼之外的玩法去刷装备 第二个刷法自然就是相停地图了 相停地图相比于无聊的秘境会有趣很多 比如说同一个地图的敌人构成会发生变化 据说有些地方还会出现新的障碍物 迫使你选择新的路线 从而提供新天的体验 不过我是没发现新的障碍物有事了 那相停地图的收益如何呢 现在这个版本呢 你去逛地图是有收益的 所以这肯定是一个理论可行的刷法 只不过目前的难度和收益都不如试炼 我个人是希望给相停地图加上专门的玩法 可以暂时性的提高难度和收益 而这个当前的默认难度呢 就可以当成是在玩家尚无能力通关试炼情况之下的替代刷法 如果说试炼是最标准的刷装游戏设计 那么相停地图刷装就是一个用来提升刷装体验多样性的设计 但是到此为止我们还没有说到减负相关的内容 而这就涉及到后面两个刷法 第三 每日任务目前分为挑战和赏金两类 挑战非常简单 基本上就是提交一些基础资源 而赏金略难 需要你去相停地图里面击杀特定的敌人 这个呢 其实就有一些接近我设想中的相停地图临时提升难度玩法了 为什么说每日任务可以减负呢 因为每日任务本身至少在期望中还是很容易完成的 如果再把相关收益做成比试炼还高 那自然就可以拉低硬杆试炼的重要性了 对于比较佛的玩家 你仅仅是每天做一下每日任务依然可以毕业 只是可能时间长点 不过目前来看呢 每日任务的收益也没有那么高 也许后续可以继续调整 而第四个刷法是生存建设要素 我们知道在生存建设游戏里面 你搞一些自动化收益 那是非常常见的事情这个 而自动化收益放到一个刷装游戏里面 显然是可以起到减负的效果 但是恶意不惜目前的生存建设玩法 感觉收益还不够高 虽然你确实可以把钱和资源 直接在城内给转化为优质装备 但是这些用来转化为装备的钱和资源呢 依然需要你去用别的渠道刷 所以说减负并不彻底 我认为完全可以去加上什么 种植园 伐木场 商会投资 每日分红 或者是出租房屋收租之类的设计 这样呢可以随着时间去获得一些额外的自动收益 真正起到给刷刷刷减负的效果 总之 纵观恶意不惜现有的四种刷装备的方法 能够看出来 制作组确实有给刷刷刷减负的意图 但是目前的收益设计还是让玩家更倾向于传统的刷法 如果在将来能够进一步的提升除试炼之外的玩法的收益 特别是生存建设的自动化收益 那我会觉得生存建设玩法会显得更加合理 接下来再说刷的目标 在恶意不惜里面完整的做出一个装备 包括刷底材 附魔 镶嵌 符文 强化五个步骤 刷底材就是说呢 你总得搞一个基本的底子 比如说你是想要一个军刀呢 还是要一把大剑的 而这个底材就可以从各种不同的渠道获得 并不是一定要刷 你完全可以去制作或者买 而附魔对应的是一般刷装游戏之中的词条 有的装备自带附魔 你也可以手动把白色装备给附魔成其他的稀有度 但是恶意不惜并没有把稀有度给设计成完全的上下位关系 金色装备是制作组手工设计 效果固定 虽然比较有趣 但是极限强度它往往不是最高的 蓝色装备呢 全都是正面词条 但是效果比较弱 紫色的诅咒装备则是一个负面词条 加上其他的强力正面词条 而且甚至白装也可能有用呢 白色装备有更多的宝石和符文槽位 理论上可能有独特的优势 只不过目前版本呢 宝石还不算非常丰富 白色装备基本上确实是不足有附魔的装备 镶嵌就是把宝石放到装备的宝石槽里面 不同部位有不同效果 宝石呢可以直接买 附魔商人有固定的货物 然后杂货商也会随机出售宝石 符文相当于是武器技能 每个武器都有自带的 你也可以拆符文下来装给别的武器 然后最后的强化 这就相当纸外没什么好说的 总体来看 本作的装备系统其实比较简单 相比于其他的刷装游戏 要明显更容易入门 但是上述步骤里面有大量的不可逆操作 会导致你需要超大量的装备耗材 比如说附魔效果不好 你也没法重新附魔 你只能去搞一个新的白板装备 然后宝石镶嵌掉之后呢 你也没法抠下来 符文提取 那更是会直接破坏掉其所在的武器 所以恶意不惜可能是想用这种方法 在系统稍微简单的情况下去延长游戏寿命 总之如果把恶意不惜的底子 当成是一个刷装游戏 就可以得到完全不同的视角 并且让泪魂战斗和生存剑舌要素的龙女 都显得更加合理 可以说这个视角确实让我对这个游戏的 评价与期待都提升了不少 不过更具体的刷装被攻略和配装推荐呢 我觉得可能还不到时候 还喜欢我步步神话游戏乐趣的故事吗 点个关注同名字哦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的观看 感谢观看